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随着田径美妙的音乐响起 玩家开始了新的一天生存 目前他所处在一片白花树林区域 并且他已经用白花木搭建了自己的住所 住所虽然不大 但是五脏俱全应有尽有 他简单的存储了一下物资后 便准备再次出去撸树 可下一秒 突然前方的白花树旁 窜出来了一个身影 来了 同时他还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接着玩家的屏幕发生了短暂的故障 美妙甜静的音乐也随之消失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刚开始就高能啊 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玩家甚至还没做好任何心理准备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做好准备了没有 为了搞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玩家在周围排查了一番 除了一些知音 并没有看到其他的生物 那个东西像是一个实体 但根据刚刚短暂的画面来看 玩家可以肯定的是 那玩意儿不是MC中的生物 一番探索后 玩家小心翼翼的再次返回了住所 他忐忑的打开屋门后 里面一切正常 玩家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秒他转头的瞬间 门框上躲了一块告示牌 What 玩家赶快靠近查看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 桥没有尽头 什么意思 什么桥 我是没看懂 屏幕前有英语学霸看懂了吗 玩家也有点懵 这告示牌是谁放在这的 会不会是刚刚那个突然出现的怪物 玩家本能的再次走了出去查看 可刚出来走了没几步 突然玩家便被传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这里正值黑夜 而且还下着飘泼大雨 玩家环顾了一下四周 这儿有一座桥 而且桥上有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无尽的桥 玩家此时还是一脸懵 他转头看向了一旁 有一个藏物品箱 打开后 里面不多不少 有五根火把 但是这五根火把为什么要这样摆放 由于环境漆黑 所以玩家没有多想 他将这五根火把全部装进了背包 接着 并依靠着火把微热的光亮 开始探索这里 这里的树给玩家的感觉极其的诡异 并且这里到处都散布着蜘蛛网 玩家本能的感觉 这里一定是一个不毛之地 并且极其危险 玩家透过围墙 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建筑 可刚走到门口 只见前方赫然站着一个身影 他正准备进屋 玩家谨慎地跟着这个神秘的身影走了进去 可开门后 那个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玩家再次出来查看 这里有很多灵魂沙 灵魂沙按理说应该在下界 不应该会出现在主世界 跟随着这些灵魂沙的路径 玩家又发现了一座小木屋 打开后 里面是九个物品展示框 除了最后一个物品展示框上面没有东西以外 其余八个都有 一种极其不安的感觉涌上玩家的心头 这里太古怪了 玩家一秒钟都不想在这个屋子内多待 很快他又发现了一座新的屋子 他需要沿着铁栅栏小心翼才能到达对面 稍有不慎 就会坠入无尽的虚空 过来后 这里有一股品箱 打开后 里面是蜘蛛网和蘑菇包 为什么会有蘑菇包这种东西 玩家来不及思考 他迅速的走了出去 此时外面的雨依旧下得很大 玩家决定继续去这座巨大的建筑内探索 进来后 他简单的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布局 除了一些武器 护甲以及正常的MC物品以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 刚刚玩家明明看到有一个身影 走进了这座建筑内 他去哪了 继续朝着左侧观察 原来这有一个楼梯 也就是说 这还有第二层 玩家顺着楼梯上来后 一块告示白赫然出现 请让你的脚步声小一些 为什么要提示自己脚步声小一些 玩家此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密室探险中 他继续顺着梯子朝着上面走 这里已经是最顶层了 上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玩家再次跳了下来 他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凳子 似乎这里是观众席 而前面这些红色幕布内 像是一个表演台 玩家停在这里注目了一会儿后 突然前方的幕布中出现了一个画面 里面是一个长相极其恐怖的东西 接着 中中传出了说话的声音 这个身影不断的重复着 和平已经消失 接着 这个怪物在一声声大笑声中消失 幕布随即再次恢复着正常 刚刚自己经历了什么 玩家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此刻内心非常恐惧 当下他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尽快离开这儿 找来许久后 一扇上方写着出口的门出现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的就打开了这扇门 接着用入眼帘的 又是一扇铁门 可当他小心翼翼的按动左侧按钮后 突然下一秒 他就坠了下去 接着便坠到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可几秒过后 玩家并没有收到嘎屁的提示 而是再次被传送了回来 不过这次 他好像已经离开了住所 他赶快顺着楼梯朝下走 随即他发现了火把的光亮 而这里也赫然出现了一块告示牌 走进后可以看到 上面写着 我的世界已经不在和平 为什么说我的世界已经不在和平 是没有和平模式了吗 玩家想不明白 但是他总感觉身后有异常 果不其然 下一秒身后便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歪着脖子朝着玩家冲了下来 接着 玩家再次坠入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还是那熟悉的一幕 数秒钟过后 玩家再次被传送 他这次回到了来时的这座桥旁 自己身后就是那座恐怖的建筑 看来自己想要逃出去 就要朝着桥的另一侧跑 可是令玩家没想到的是 当他朝着桥的另一侧跑过来后 这里是一个左右长的 看不到镜头的平台 观察了一番后 玩家再次看向了身后 那个身影再次出现了 并且他正在朝着自己这里快速移动 玩家来不及思考 到底是往左跑还是往右跑 他随便选择了一个方向 那个身影 说法间的功夫已经追了过来 但是突然下一秒 他就原地消失了 What the hell 玩家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四周 没有再看到那个身影 当务之急 还是需要尽快离开这里 既然已经选择了右边的方向 玩家打算一直朝着前面跑 又跑了没一会儿后 一块告示牌恨然出现 瞧没有镜头 我已经来了 玩家下意识地看向了身后 果不其然 那东西又出现了 玩家只得迅速地逃跑 后续是 玩家一直不断地朝前奔跑 但是他始终看不到尽头 自己仿佛已经陷入了无尽的深渊之中 根本逃不出去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比较短 全程高能 那咱们就短话长说 凑一下时长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动动你勇敢牛气的小手 先给视频朝阳点赞支持一下 马上发车 玩家又又又又又 开了一局无魔祖生存 他出生在一处岛屿 开局 他先跟周围的动物友好的交流了一会儿 随后他便在这广袤的海平面 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小岛 玩家划着小木船 很快便来到了这座小岛上 上来后 这里是一个深邃幽暗的矿坑 玩家换上下界合金甲 准备进入到矿坑探索一番 进来后 没想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垂直的矿坑 这么简单 前方还有更加幽深的矿洞 玩家靠着火把微弱的光亮 逐渐地朝着更深处走去 沿途还不忘收集一些青金石 他边插火把边查看矿洞的情况 毕竟如此黑暗的环境 谁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走着走着 玩家发现了水 在MC中这就很离谱 为什么水没有把这个矿洞淹没呢 牛顿看见了都得直呼离谱啊 玩家没想太多 继续朝着更深处探索 没走多久后 玩家已经来到了矿洞的尽头 这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东西 玩家决定原路折返 前方功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保护一下矿洞 正好拿他回头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在前方半空中 发现了一个物体一闪而过 通过放慢玩家的画面 可以看到 这个物体像是凋零 但是听声音不像是凋零发出来的 紧接着 玩家的画面开始变得灰暗 并且这种奇怪的声音 一直环绕在他的周围 玩家当下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快跑 他寻着来时插的火把 全力地朝着洞口跑去 他可以感觉到 那个神秘的物体 就在他身后一直紧追着他 眼看离出口越来越近 但是他该怎么上去呢 物品栏的60块原木应该够了吧 正当玩家准备搭高塔上去时 他内心好奇的欲望 迫使他又回头看看 那个神秘物体有没有追上来 直见一个类似于凋零 但又像HEM的飞行生物 朝着他靠近 玩家已经慌了 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葛屁了 可就在这时 一声来自宇宙的怒吼声传来 又是狄家 我们的光之英雄他又来了 这个凋零HEM 很快便败在了狄家的手下 谢谢狄家 我们永远相信光